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內容是原子量、分子量跟mol 重點在mol 重點是我們的mol 國中化學上的計算基本上只算兩件事 化學就算了 一個是算mol 一個是算mol濃度 要算mol濃度還是要知道怎麼算mol 所以我們的化學計算都跟mol有關係 那是我們的重點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是原子量跟分子量 原子量就是原子的質量 可是原子很小顆 我沒有辦法真的去蹭出來它一顆到底有多重 至少古時候是完全沒有辦法 我是量不出來 可是我在以前的儀器上 我雖然量不出來一顆原子有多重 但是我可以量出來這一顆跟另外一顆是幾比幾 我們兩個是1比2還是3比4還是6比7 我可以比得出來 那我比完以後我知道這是1比3比4比7 那如果1是2 3比多少 1是6對不對 我就可以找那個標準 我就把每個的量都給它表示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的原子量 我目前的標準是碳12 碳等於12當標準 如果你是我的兩倍你多少 24你是我的三分之一多少 24我就可以比出來 所以叫做原子量碳12做標準 其他的比值出來之後叫做所謂的原子量 然後這裡有一個輕是1 氧是16 氮是14 氮是14 然後我要告訴你這要倍 所以原子量就是原子的質量 或者是代表原子質量的數字 這個質量這個數字如果越大 就代表原子的質量是越大 這個數字我是你的三倍 不表示我質量大概就是你的三倍 所以而它是一個比加比值嘛 它比值比出來的 所以單位都消掉了 所以它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只有大小1 2 3 4 5 就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好 這是所謂的常見原子的原子量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四個要備 碳 氫 氧 氮 氮 這四個要備 這四個考試有可能不給 你們這會考應該都會給 那這四個有可能不給 要備 其他的如果要用到 通通都會給 你可以不用備 所以其他都可以不用備 這四個要知道 氫是1 氮是14 碳是12 這是標準嘛 碳是12 氧是16 這四個是要備的 其他的都可以不用備它 這叫做所謂的原子量 代表原子質量的數字 數字大代表質量大 數字是三倍 所以我實際上大約就是你的三倍 OK 它只有大小 數字沒有單位 沒有單位 那原子量你在看的話 其實通常不是整數 因為它是跟同位數的含量有關 含量有關 所以按照個比例算出來的 這個張五分之一 那個張五分之四 然後怎麼樣算出來的 那我們國中不討論 我是放在學習單 讓你去算出來 那個是多少 放在學習單 太原子量 OK 這知道就可以了 還有分子量 我們前面教過分子 就是原子去組合變成分子 對不對 變成分子 那麼把所有的原子的原子量加起來 就叫做所謂的分子量 也一樣 那什麼叫分子量 就是分子的質量 這個數字就代表分子質量的大小 這個數字是 你是我的兩倍 就表示你的質量大概就是我的兩倍 代表的質量大小 那下面這句你看過就算了 國中其實沒有講那麼清楚 那麼仔細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嘛 我們前面教過什麼金屬啊 或者是離子化合物 綠化納 它不是以分子形態存在對不對 所以它寫出來是用它所謂的元素化 或是減式來寫它的 代表它的分子是NAC這樣來做的 它既然不是以分子形態存在 但是不會有所謂的分子量 分子的質量 所以它叫做所謂的莫質量 那這個什麼叫莫 後面才會教 那這個國中生 對國中生一點不重要 你就把它當作分子量 你就把它當作分子量就好了 就算沒有關係 就算過去就可以了 我們不仔細地去分辨 這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我們國中不講這個 你看 這個分子量就是代表分子的質量大小 它就把原子量加起來 那既然原子量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那分子量呢 也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也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原子量 分子量代表原子質量或分子質量的數字 它是用比值比較出來的 它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數字越大就代表質量越大 數字A是B的三倍 就表示A的質量 B的質量大約就是三倍 就是原子量跟分子量的意思 OK 可以嗎 可以